男孩被蚂蚁咬了一口,醒来发现自己变得力大无穷,尿液居然可以俯视小便池。 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今天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一部好玩的奇幻电影《蚂蚁男孩》。 男主角佩尔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男孩,连拍个合照都会被人挡住,他难以忍受自己的平凡,经常会幻想自己成为超级英雄。 平凡的佩尔暗恋着斑花小美,但是自卑的他只敢圆圆看着。 这天佩尔一个人在阳台上吃苹果,正好看到两个小爸同学在欺负同学威廉,于是也冲了一回英雄,朝两个小爸扔了苹果。 两个小爸发现了阳台上的佩尔,朝着他一顿猛追。 最后佩尔藏到了一片小树林里,这时有一只蚂蚁钻进佩尔裤腿,还咬了他一口。 佩尔感觉一阵头晕目眩,很快晕了过去。 晚上佩尔回到家中倒头就睡,但是半夜的时候却爬起来疯狂吃甜食。 第二天早上佩尔发现自己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,而且自己还多了一些超能力。 他的手变得可以粘住东西,还能轻松捏碎杯子,能把手也能轻松弄断。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,体育老师突发奇想想要找个学生实战,老师挑中了个头最小的佩尔,但是没想到佩尔一棍就把老师给怼飞了。 那威迷威廉对佩尔的这些神奇表现非常好奇,便把佩尔带回家中给他测试超能力,发现佩尔一口就能把书给咬碎,嗅觉也变得异常灵敏。 最神奇的是,他的尿液还能俯视小便池,从此之后,佩尔再也不敢在厕所里小便。 威廉专门给佩尔设计了一套蚂蚁服,还替他取名蚂蚁男孩,接着两人便开始了超级英雄的争程。 在停车场,他们遇到了打劫的劫匪。 佩尔第一次上场有点紧张,本想后退的他却意外爬到了墙上,劫匪见到这情景转身就想逃,不过却被佩尔轻松制服。 事后,佩尔发现他需要靠糖分来保持自己的超能力,威廉因此专门为他准备了一盒巧克力腰带。 这一次事件后,威尔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城市里行侠仗义,很快就成了全民热议的超级英雄,连小美都成了他的粉丝。 这一天,小美被一个怪大叔给掳走了,小美的姐姐大美为了救出妹妹,便做了一个假人引佩尔现身。 佩尔从视频里得知小美被自称跳蚤的怪大叔卢走,便和威廉大美一起去营救小美。 她顺着小美的气味找了过去,发现那里就是自己被咬的地方,屋子的门被锁着,威尔只好一旁尿尿开了门锁。 屋内是一间实验室,里面布满了各种昆虫。 佩尔在一个玻璃箱子里发现了小美,就在她打算救出小美时,跳蚤却突然出现,佩尔自己也被关了进去。 话多的跳蚤向佩尔告知了她的身世。 原来跳蚤是一名生物学家,在小美她爸公司里上班,她一直在研究一种具备特殊抗体的蚂蚁,这种抗体可以治疗癌症,跳蚤的母亲身患癌症。 她本打算利用这项技术来救治母亲,但是公司为了节省开支,中途叫停了这个研究项目,跳蚤的母亲因此而去世。 愤怒的跳蚤把这一切都切怒在小美她爸身上,为了复仇,她把自己变成了需要不断吸血的跳蚤人。 威廉见佩尔一直不出来,于是便报了警,很快警察便赶来了,跳蚤利用自己的弹簧腿逃出了包围。 跳蚤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复仇,没过多久她又袭击了学校,还抓走了威廉。 佩尔见威廉被抓超齐手边的碳酸饮料,补了整整一瓶的汤。 跳蚤见佩尔蓄能满点便带着威廉逃开了,佩尔一路追踪了过去,终于在树林中发现了威廉。 她就想威廉却被跳蚤暗酸一拳振肥了出去,在威廉的鼓励下,佩尔重振旗鼓,一根巧克力下肚,准备开始放大招。 而另一边跳蚤也在吸血充能,却被智能的威廉拔掉了出血管。 两人各自放出大招,跳蚤被佩尔给一拳怼飞,完了还不忘嘲讽一句,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失败吗?因为没人帮你作弊。 小米跳蚤后,佩尔又来到了小美家,小美一脸花痴的看着身穿蚂蚁服的威廉,想要献上自己的香吻。 没想到威廉却说自己是来找大美的,还和大美成了好朋友,因为只有大美才会欣赏真实的佩尔。 最后,佩尔威廉和大美组成的蚂蚁男孩小分队,又开始了行侠仗义的生活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要是被蚊子叮了,先不要生气,说不定咱也成为拥有超能力的蚊子侠呢。 好啦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快点赞,关注评论,让醒醒陪你一起拯救世界。